结巴又怎样 你好我是口才超烂的Buddy 今天我们来回顾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第15集的剧情 这部情感满满的韩剧 迎来了最后第二集 护士长和三人的最后对抗 终于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邪恶的女人 杀害了兄弟俩的母亲 但目前为止 这部剧充满了洋葱 主角在整部剧中 都有了非常优秀的成长 第15集以护士长女和上泰谈话 而上泰喝了瓶子里的水开始 护士长在水里下药 上泰努力的想保持清醒 然后护士长用上泰的手机打给康泰 并告诉他来被诅咒的城堡找他 康泰到达时 看到他哥无意识的躺在沙发上 康泰开始感到恐慌 而护士长在一旁笑他 护士长笑着解释说 他哥没事 他只是给了上泰镇静剂 然后他开始指责康泰改变了他的女儿 并称文英为一件艺术品 康泰称文英是一个人不是物品 康泰的不同意 激怒了疯狂的女人 他建议康泰杀了他 以使他开启与文英命运多窜的关系 康泰很坚定地告诉他 他不会得到他想要的结局 护士长告诉康泰 这发生的一切他应该责怪文英 并继续告诉他原因 在散回中我们看到兄弟俩的母亲在文英家做家务 而文英向他展示了一个翅膀断了的小鸟 表明他想杀了他 母亲随后与文英母亲谈到文英的行为 并建议带他去医院 回到现在 康泰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护士长杀了他母亲的原因 这件事把康泰推到一个愤怒点 他冲向护士长 然后掐着他 当康泰想起文英的话后 放开了护士长 不幸的是 护士长利用那一刻 用针筒刺他 这时文英赶到 他的母亲告诉他 文英身上流着和他一样的血 这初始文英冲向护士长 想刺伤他 康泰用手阻止了文英 并提醒他 他曾经承诺不会摧毁蝴蝶 文英惊吓地抱着康泰 护士长抓着文英的头发 并想刺伤他 幸运的是 上太醒来 并用一本大的童话书 击晕了护士长 在警方逮捕护士长后 院长告诉文英和上太 康泰已经睡着了 但很快就会醒来 他还告诉上太 他应该感到骄傲 因为他救了他们一命 在卧室里 文英哭着握着康泰的手 他指责自己 并认为如果康泰和他在一起 康泰的生活将会是痛苦的 到了晚上 康泰醒来 来到楼下 文英告诉他 他应该离开 因为他认为每次康泰看到他 康泰会通过痛苦的回忆受伤 康泰表示 他们可以一起克服他 并要文英当作这是一场噩梦 文英告诉他 他不想这样的生活 他要求他和他哥第二天搬出去 第二天上午 上太问康泰 为什么护士长如此可怕 康泰解释说 护士长是个坏人 不希望别人幸福 后来在做早餐时 康泰问上太 如果文英希望他们搬出去 他会怎么做 上太回答说 他们将带他一起离开 要不然就耍赖 后来在医院 康泰交了辞职信 因为他希望从现在开始放松 院长透露 他也要退休了 因为发生的事 使他觉得自己 不能再研究人们的心灵了 康泰然后向院长承认 他正在挣扎 无法忘记发生的事 院长告诉他 这听起来像 不管康泰是否在文英身边 他都会遭受 所以院长得出结论 他们可以互相帮助 在讨论为什么康泰没有杀护士长的原因之后 院长解释说 他们是天生一对 回到豪宅 文英来到厨房 在那里发现上太 他告诉上太 他们不会出版那本书 他希望他们两人都搬走 上太拒绝了 然后耍赖 后来人代表来看文英 文英告诉他 他已经决定退休 因为他没有故事想写 人代表试图祈求他重新考虑 但无济于事 先才提到找另一个作家 但人代表告诉他 他伤心是因为写作 是文英可以表达自己唯一的途径 离开医院后 康泰去文英的房间 文英再次要他搬出去 康泰坚持认为 现在文英知道温暖和饱满的感觉 他将无法再独自生活 然后他告诉他两兄弟的故事 两兄弟每天晚上 总是互相为彼此带来大迷带 以确保他们三餐温饱 这个由上代想的故事背后的含义是 兄弟姐妹应该住在一起 以阻止他们做毫无意义的事 因为他们都关心彼此 文英没有说任何话 这使康泰提高他的声量 要他不要那么顽固 到了晚上 康泰为大家准备食物 当文英下来时 他再次问他什么时候要离开 康泰告诉他 他不能回到他曾经住的地方 因为那里水管爆裂了 第二天朱丽打电话给文英 要求他帮个忙 因为他的母亲身体不舒服 需要有人来照顾他 虽然文英嘴上拒绝 但还是去了朱丽家 当他来到时 发现朱丽母亲没有生病 朱丽母亲然后给他准备了 他最喜欢的食物 因为他知道文英几天没有吃东西 而这是全部人的计划 为了让他吃点东西 文英感到受宠落惊 并问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兄弟俩为他们的母亲种了素描 到了晚上 文英回到家 看到康泰坐在楼梯上等他 康泰坚持认为 文英需要检查他的作业 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插画家 当文英看着康泰的话 康泰画了康泰睡着时 看起来很高兴的话 文英因为画太美了 而开始流泪 康泰然后决定把画让给文英 康泰透露 他想成为童话书的插画家 这样他就可以在他们种的树 向他的母亲展示 文英决定去看看那棵树 并向他们的母亲道歉 康泰来到并告诉他 他会尽一切努力 克服发生的事 并要求文英 让他在他身边 文英走开后 康泰跟着他 然后告诉他一遍又一遍 他爱他 在豪宅 康泰继续告诉他 他爱他 他们最终来了一个热情的吻 康泰把他抱上座子 并再次亲吻了他 以上就是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第15集的剧情 一开始看到护士长 几乎占了上风 但幸运的是 康泰救了大家 我非常喜欢康泰的人设 在几周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及他如何为他递合文英 担任保护者的角色 他们都遭受了极大的影响 而康泰准备继续前进 并希望克服发生的事 文英也正在努力 但最近发生的事件 和他的过去深深的影响了他 幸运的是 两兄弟都决心在他身边 这真的很温馨 这部剧非常有趣 解决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同时我们的三人组也成长了不少 最后第二集也为观众 带来了奇妙的情感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最后一集的剧情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最后一集 以康泰和文英亲吻开始 录的叫声打断了他们 康泰向他喊道 要他闭嘴 然后继续接吻 之后康泰告诉文英 他把他们的全家福 挂在他的母亲的树 因为康泰希望他的母亲知道 他们现在是一家人 与此同时 尚泰告诉在书 他想辞掉兼职工作 成为一名插画家 这似乎让在书感到伤心 他试图给他加薪来挽留他 但桑泰已经决定了 然后桑泰让在书留下来 因为他想确保他弟和文英 独自两人和解 第二天 文英和康泰在同一张床上醒来 并在早餐时讨论他们的未来计划 康泰想回到学校 但文英要他只能报名在线课程 然后康泰提到他的书 所以文英向他展示了桑泰的绘画 这让康泰非常感动 然后文英透露 这张绘画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决定完成露营车的故事 在OK医院 院长和郭叔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咨询 并送给了郭叔鞋子 因为他希望郭叔走出去 回到豪宅 三人一起吃早餐 文英告诉尚泰 他将出版故事书 但他不会给他一辆露营车 但会给他钱 但这似乎让尚泰很高兴 之后文英与人代表见面 并向他展示了他母亲最后一本书的手稿 他也给了任代表他自己的书的手稿 并要他在两者之间只能选一个 任代表毫不犹豫的选了文英 因为他不想出版让文英受苦的人的书 即使他会重重收一根多 他们把另一份手稿 留在咖啡馆里 然后被女服务员拿走 在朱丽家 任代表告诉朱丽母亲 三代现在是他公司的绘画师 所以他将很快离开 当心裁来到时 任代表问他关于手稿的事 因为他传短信给他 要他从咖啡馆的桌子上拿手稿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任代表的短信 意外地传给文英 文英决定在监狱探望他的母亲 并告诉他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去见他 文英透露 他现在已经有了家人 这让他的母亲非常生气 文英告诉他 他很高兴他没有成为像他一样的恶魔 并承诺会完全忘记他 故事长尖叫着 说文英将永远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他 文英转过身来 说蝴蝶现在将成为他们治愈的象征 然后他来到OK医院 在那里桑太已经盖掉了之前的蝴蝶 并决定画一个更漂亮的代替 和在书谈话后 并成在书为歌后 看待回到豪宅 看到文英和桑太忙着关于书的事 然后他们很快把他赶了出去 因为他们想保守故事的情节 另一方面 任代表和辛财在垃圾堆里寻找手稿 辛财终于厌倦了他的老板 把他留在那里 然而我们后来看到 辛财已经找到了手稿 但决定隐瞒任代表 一个月后才交给他 在不知道过了几天后 任代表和辛财 带着新出版的书 寻找真实的面孔来到豪宅 上来看到他的名字 在书上时感到非常兴奋 然而任代表担心这本书不会卖得很好 因为他不是文英平常写的风格 然后三人前往OK医院的书 上来向他的母亲展示了这本书 并阅读了这个故事 故事是关于三个人住在树林里 他们的脸被女巫偷走了 当他开始讲述故事时 他开始哭泣 看待之后也抱着他 在OK医院 院长向朱利母亲提议去他家吃饭 而郑泰和雅玲同居 其道也来了 因为今天是新书发布会 随着阅读会开始 韦宁和桑泰轮流叙述 读了几页后 两人开始争论轮到谁阅读 这导致阅读会被暂停 看待然后去找了朱利母亲 给他桑泰为他准备的书 书里写了桑泰为朱利母亲留的信息 称朱利母亲为他的假母亲 并感谢这个女人做的一切 看待然后拥抱他 而朱利发现人代表为新书发布会的事郁闷 人代表随后透露 他不会离开因为收我的租金太昂贵了 他也不愿意离开因为朱利在这里 然后他慢慢的触摸朱利的手 这一次朱利没有闪开 当桑泰离开时 院长来到 并给他们一辆露营车作为礼物 桑泰很兴奋 但康泰告诉院长这太贵重了 院长坚持 并让他们承诺时不时与他联系 到了晚上 康泰感到沮丧 因为文英和桑泰都不想乘坐露营车去旅行 然后他与在书和人代表喝酒哭诉 他们一起出版一本书后 康泰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弃婴 当他惧惧惧的回家时 康泰惊讶的发现文英和桑泰 在自行里准备去旅行 他告诉康泰 他们想给他一个惊喜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假装他们不想去 康泰很感动 商人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一天晚上 维林与康泰坐在火边 并为伤害他感到道歉 他希望他不会再伤害康泰 并向康泰说他爱他 第二天 上代告诉康泰和文英 他想工作 有其他作家希望他来画他的书 上代告诉他们继续前进 当康泰问他 上代没有康泰在身边是否OK 上代回答说 康泰属于康泰 这时康泰哭了 两兄弟拥抱彼此并感谢对方 人代表到达来接上代 我们也看到了寻找真正的面孔的结局 表明三人在击退女巫后 找到了他们的脸 以上就是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最后一集的剧情 在我们的主角经历了一切之后 最后一集为他们带来了 一个他们值得的圆满结局 看着他们处理他们的过去和现在 他们互相帮助 克服了不同的问题 这真的非常有趣和感动 这也使他们现在成为了一个小家庭 对于三人来说 这是一个艰难的旅程 在整部剧中 主要演员们 在剧中都给出了非常出色的演技 我想这将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会获得一些奖项 我非常喜欢这部剧 这都要归功它的原始 黑暗和有趣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解决心理健康非常重要问题的韩剧 也以非常熟练的方式完成了它 这又一集带来了非常温馨的场景 让我们看到角色们 终于找到他们的面孔和真正的幸福 总而言之对我而言 这是今年最好的韩剧之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这支影片 帮忙点个赞 还想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什么建议也欢迎留言 我是口才超烂的八弟 我们下个影片见